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恭喜大家上完了 第一本书 意思说你已经上完了四分之一 接下来我们进入了四分之二的 第一本课 就是神存在吗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 当我们来亲近你 你必亲近我们 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已经认识我们 因此今晚我们可以相聚 进一步的认识你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生命的光 引导着我们的意念 思维 让你的道一发出 一昧人就通达 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 不仅存在的神 更是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愿神带领我们今晚的课程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说我们要探讨神存在吗 神存在这么重要吗 是的 有一些事物存在不存在 跟你是没关系的 你的邻居 换那个邻居 对你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而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不存在 请问你会存在吗 你的爸爸妈妈是 借定你存在的人 你就发觉到 他的存在 对你是格外的重要 神到底是什么 神到底是谁 他是一切的根源 他是我们的创造之主 所以他的存在 对你而言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必然要探讨 他的存在 的课题 家对你重要吗 每一天 上完班 你就想回家 在那里 你能够找到安息 在那里 你能够找到安眠 在那里 你发觉到 有家人的接纳和安慰 家是温暖 家重要吗 家的存在 对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 耶和华上帝 是我们 存在的根源 他是我们 存在的终极点 他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重要吗 非常重要 你踏上了车子 司机问你要去哪里 你说我不知道 他会茫然的看着你 他怀疑你患上了老人 痴呆症 人 一定要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最后的归宿重要吗 非常重要 所以神是我们最终的终极点 是我们的归宿 因此对我们探讨他是重要 生命中有喜喜多多的价值的冲击 有喜喜多多不幸的遭遇的打击 这都是我们所经历到 如果你没有经历到 因为你太年轻了 如果你经历到了 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生命本来就是需要受一点冲击 打击才能够成长 才能成熟 问题是遇到打击后 谁能给我力量 有人就腿伤 有人就放弃 有一些人甚至就自杀了 生命中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 约华是我们的力量 日子如何力量也必留 所以我们需要他 他的存在 对我在生命的过程里头是重要的 不仅他给我力量 他给我生存的意义 一天过一天 很无奈 一个月过去 一年过去 五十岁了 六十岁了 就这样七十岁 人生七十古来兮 开始感觉到生命的茫然 我存在到底是为什么 每天的赐贺 玩乐 每天的赚钱工作睡觉 赚钱工作睡觉 赚钱工作睡觉 我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存在 如果只是工作睡觉 工作睡觉 那我们的一生跟牛也差不多 不是人生是牛生 所以生命你需要意义 你需要有真正价值的基础 这样你工作才有价值 你生活才有方向 你才知道自己存在是值得的 所以你不会去自杀 它是一些一切意义的根源 因此神存在重要吗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才探讨 神存在吗 这个课题 可是有一些人偏偏在否定神 他们认为神不存在 结果神就不存在 所以有人说你信他有就有 你信他没有就没有 是吗 那请问到底有还是没有 你说有就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 那你不是比神更大吗 你能够界定他的存在 这些说法都是方谬的 存在的东西 不会因为你否定 他就不存在 不存在的东西 不是因为你肯定 他就存在 重点是他到底存在了 我存在 我的左邻右舍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我的亲戚 我的爸 我的妈 看见我都知道我存在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你说他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幻影 他所认识的我的都是幻觉 是吗 如果一个人这么说或者是幻觉 十个人这么说也可能是幻觉 如果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都说你存在 你说他们都是萌萌 懂懂的 无理糊涂的幻觉吗 所以很多否定神的人 好像他是最聪明的 他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 你在怀疑神 你什么都怀疑 那请问你怀疑过你自己吗 你怀疑你的怀疑吗 很可能你的怀疑 是最自得怀疑的 你的怀疑是错误的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在怀疑神 在否定神 包括亚当和夏娃 犯罪之后就躲在树林的后边 他以为他看不见神 神就不存在 那就是无神论的开始 所以上帝才问他 亚当你在哪里 今天上帝也跟世人说 你在哪里 你应该回头了 你应该知道我就是神 可是人尽量的 一直不断在否定神 可是问题是 否定神以后 他的生命更丰盛吗 否定神以后 他的家庭更温暖吗 否定以后 他的社会世界更安定吗 肯定是不是这样 因为上帝是安息的根源 他是安息的主 上帝 是人和谐的基础 我可以没有他吗 而在历史上否定神 有很多的理论 同样的肯定神的理论 也多得不得了 最出名的 有一位很伟大的 天主教的大神学家 叫做Thomas Aquinas 圣多默 圣多默 有一个五路论证法 就是Find Arguments 去证明神是存在的 其实他的证明的方法 并不是他自创的 是在希腊哲学的体系里头 很早就被讨论 包括布拉图 亚里斯多德 等等这些伟大的哲学家 而到了Thomas Aquinas 就把他发扬光大 把他重新整理 用自己的哲学 方法来去成名 这个论证 这五个论证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也常常听人家讲 比如说 以动力来说 任何东西都在运动 一个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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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是不断在行动的 的世界 这个地球是不断在旋转的地球 一切都在动 宇宙中 有移动的存在 这是很肯定的 所以哲学家有一句话说 你从来没有经过一个 同样一条河 因为那条河一直在动 所以你每天经过的 都不是同一条河 而为什么会有运动呢 因为其他的动力 才推他 他才动 一个推一个 一个推一个 可是你不可以推到无限 到最后一定有第一个推动 而自己不被推动 而那第一个推动者 就叫做first mover 而这个不被别人所推动 而他成为一切推动者的 那就是神 因果也是这样 任何东西 都有因的 产生那个果 这叫做因果论 所以这个因果不断的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 一直产生 而他自己的因果 他自己本身 不能成为自己的因 他是别个因 推动他 成为他的果 而他又成为别人的因 去推动他 比如说 你为什么会有水 有因 因为下雨 那你问 为什么会下雨 因为有云彩 为什么会有云彩 因为有水蒸气 那你一个一个推 推到最后呢 一定有第一个因 the first cause 而这个因 第一个因 是没有其他的原因的原因 我们就称他为神 同样的万物 都有一种美善的等级 比如说 我说这个是白的 那当你说 这个是白的 可是他不是最白的 还有比他更白 而你会产生白的观念 因为在你的脑海中 有一个比 有一个白 而这个白 比你现在看的白 还更白 你说说不够白 所以还有更白 当更白的出现 还有更白 更白 更白 到最后一个最白 人生一切的美善 也是这样 你说这是最美的 还有更美的 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最美的 这个是善的 他是好人 还有比他更好的善 更高的道德 那最高的道德 最高的善 那我们就称他为神 任何东西都是有刺心 有目的的 比如说你看见一个花园 你知道有园主 因为花园不会自然 而成为一座很美的花园 他之所以会有刺系 有目的 因为后面一定有一位 引导他的 或者创造他的 让这个万物被引导 走向一个最高的目标 一个最好的结果 而这个引导最高的目标的 那位智慧者 那位存在者 我们就称他为神 所以呢 在我们生命里头 其实有很多你不能解释的 但是 你从理性上好去解释 你发觉到 确实是有神存在的 怎么会没有呢 比如奥古斯丁也曾经提过 所谓的真理的观念 什么叫做真理 真理是朝时间的 是超越空间的 比如说圆是没有角的 两条平行线是永不相交的 这样的数学上的真理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是你爸爸发明 不是你的祖父 也不是我的真祖父 也不是我的太祖父 对吗 他本来从开始就存在 圆就是没有角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真理 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不论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圆都是没有角的 而这样的一种 不变的 永恒的 它必然不是来自 会变的或者是转战的 所以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它必然是来自那一位 永恒的 不变的 必然的 我们就说 那就是真理的本身 那就是上帝 所以上帝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他就是真理 所以奥古斯丁 用这样很智慧的 简单的一种论书 去说明 神是存在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 我没有时间进一步 一意的详谈 包括整个 东方的中国的思想里头 也去从心的深处 去寻找神的存在 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开了 以天地合一 他就找到神 他知道神是存在的 那无论怎么说 神的存在是不能被否定 然而当你要否定神存在的时候 你就要问 否定之后你更好吗 否定之后你找到意义吗 你寻找到价值吗 否定以后你会进入一种虚无 因为上帝是从虚无创造万有 万有没有上帝 他就会归回虚无 这是必然的结果 然而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谈 谈的之类又怎么样 你知道神存在又怎么样 所以更重要的是 你要很清楚的跟他建立关系 这才是讨论神的最终的目的 神不是一个课题被我讨论 讨论完了就算了 数学题解决完了就解决了 不是这样 我要问这位存在的神 跟我什么关系 我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 我是一个罪人 他怎么可能接纳我 他是永恒者 他怎么可能让我得到永恒 对很多的人 就透过了耶稣基督找到了神 透过了耶稣基督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透过了耶稣基督 他们说神是存在的 我再说 如果是一个人说 可能是主观 一百个人说 也可能是主观 一千个人说 或许比较有可能 一万人说 你说可能是有的 如果十万人 一亿人 好几个亿的人 都说 他信耶稣 他在耶稣里找到人生的价值 一亿在耶稣里头 他知道神的存在 因为 神跟他说话 因为 神改变了他 因为 神 垂听他的祷告 那你怎么可以否定 这一亿的人 这一亿的人 所讲的 而说他们都在说话 说他们都在幻想 都是幻觉 这样的结论是不智慧 相反 我们知道耶稣 是神 那我们就回到客观 不是你个人的经验 也不是他主观的经历 而是圣经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神道成肉身 在耶稣基督里面 向我们显示 透过耶稣的生平 透过耶稣所说的 透过耶稣所讲的 透过耶稣所行的 所做的 我知道他是神 神存在 而耶稣来找我 要我跟他建立 和好的关系 他赦免我 使我可以亲近他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神的爱 神将自己的儿子 给了我 这样的 神的存在 对你来说 就变得非常重要 他爱你 他为你舍己 他爱你 他为你 预备了美好的归宿 他爱你 他给你力量 在人生的挫折中间 不要放弃 要坚持下去 Amen 这就是神的存在的重要 我们今天不是谈理论而已 当然理论是重要 但理论 不一定能够全然解决 我们的问题 而是关系 当你跟他建立和好的关系 生命将会和谐 愿上帝帮助我们 好 我就简单这样的分享 神的存在 因为今天有好多的问题要解答 我就简单的讲 我们现在就来回答问题 今天有周魁传道 有东北传 神学生 在我们中间 来给我们问问题 我把时间就交给他们 好的 谢谢牧师的教导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问题是 问 请问牧师 什么是有永生的盼望呢 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生物 人的时间观念 比一切的生物来得更强烈 我们有昨天 今天和明天 昨天就是今天过去 那叫做昨天 我的明天 会转化成 我的今天 我的今天 会转化成 我的昨天 而当一个人 有明天的时候 他感觉就不一样 相反的 明天不再来到 就是死亡 所以人对明天 是非常敏感 他对明天的盼望 是非常热切的 可是很多人的昨天 今天跟明天都是一样 他的今天 是昨天的翻版 他的明天 是今天的言细 只是从道 而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方向 没有什么更新 所以得过且过 懵懵懂懂 又怕明天会消失 所以就尽力的 抓住今天 尽情享受 他的今天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是可怜的 然而基督教信仰 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进入人类的时间里面 他把这个时间 变成有质量的时间 不是得过且过的时间 而是有生命的时间 有方向的时间 有历史感的时间 有朝向永恒的时间 因此 他从死里护活 战胜死亡 他战胜死亡之后 他把时间改变 变成我有明天 而这个明天 不是今天的翻版 不是今天的延续 而是一个新的创造 一个新的开始 给我看见明天 是有意义的 是有价值的 是有内容的 因此 我的明天 转化成今天的时候 我感觉格外的幸福 而我永远的朝向幸福 那就是我朝向永生的盼望 那当人有永生的盼望 他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 这就是基督徒所说的 永生的盼望 阿们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个问题是一个请求 请牧师与我们分享 您如何从传统信仰 到信主的过程 及转变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一切都是恩典 Solar Gratia 我出生在一个迷信的家庭 家乡的庙宇 是我的家住成员在达利 所以我从小就到庙堂 去洗杯 去烧香 去扫地 这是我每一天 从学校回来以后 必然去做的事 所以我在庙室里头 看见很多的奇事怪事 化糊以后人会倒地 人会狂语 狂叫 这些现象 我都在庙室里头看到 所以从小我对神的观念 是非常强烈的 我在这样的心头之下 很自然的会向这些 偶像崇拜 我进入了中学 我常常为着我的父亲祷告 向谁祷告 向大不公 玄天上帝 土地神 我向他们祷告 保护我爸爸在印尼的事业 工作能够顺利 然而我的爸爸有一天 在森林里 心脏病爆发 气色 我其实心中 对神明有很强烈的感受 而我的小的时候 有机会 到我 外公的家 我外祖父 虽然是基督徒 但我妈妈 却从来都没有去过教堂 他以前小 不喜有气 就是他生了我 带过我 从来没有带过我 去过礼拜堂 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耶稣 可是我到外公外婆的家 他的个壁就是一间教堂 我有机会到那里教堂唱诗歌 没有人跟我讲福音 但是我在那里看见圣诞节是很开心的节庆 在那里他们唱诗 我也跟他们一起 后来有歌唱比赛 我还拿了第二名 那这些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中学 后来在中学进入了高中 有人跟我传福音 在路上见面 我的朋友 拒绝了他 可是他非常的客气 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有人邀请我去礼拜堂 我跟那个牧师 我跟那个牧师 见了面 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就进一步的来礼拜堂 那个沙特晚会 我沙特都没有吃到两根 可是却给我留下 非常大的冲击 我想进一步的了解 我开始这礼拜堂听到 我对自己说 不可以相信 听听就好 可是听了一年以后 我决定信主 后来唐琼牧师又来 他的讲道非常吸引我 也决定了我 要真诚的跟随耶稣基督 那这个过程 其实是很简单的 简单的话 就是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一个人要听信福音 他必须先听道 谁 给你能够机会听得到 就是有人讲道 谁讲道 就是被拆遣 谁拆遣他来讲道 就是上帝 所以一切都是恩典 是神借着各种的方法 让我聚会听见福音 后来我截至 来信了耶稣基督 信了以后我生命改变 我其实在学校 我算是比较顽皮的学生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坏学生 我觉得我是一个 相当顽皮的学生 我会在椅中打球 我会在宿舍里头玩 那种比较危险性的 的东西 所以老师非常不喜欢 因为我不是那种顺命的孩子 所以后来我从中学进了校长室 进了好多次 神保守我 一直到高中三 我有机会参加了当时的中学生团契 而我就听了以后 一年我就信主 所以我觉得是神的恩典 如果高中二就被开除的话 我高中三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就成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可是神的安排 我有一个很好的祖母 他帮助了我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丰盛智慧的人 有一次校长要家长来见他 而我的爸爸在印尼工作 不能见他 结果我的祖母就来了 进了校长室 校长第一句话说 你这个孙是一个流氓 我没有办法教他 带他回去吧 我的祖母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因为校长 就是因为他很难教 才带来给你教的 结果校长不好意思开除我 就在那一年我就信了主 信了主以后 我生命改变了 连我老师都不相信 而我的同学 甚至有人因作我而跑去礼拜堂 我在学校曾经号召他们 几乎要罢课 因为我讨厌那些老师 觉得他们不负责任 教的不好 摆个样子 那这些背景都是我当时的顽皮 也不一定是老师不好 我确实是一个相当顽皮的孩子 那我曾经被选做班长 第二天顺岛主任就调我去顺岛出 说你做班长 我说是他们选我 他说你没有资格做班长 我说不是我要做 是他们选我 我说你不可以做班长 我说不做就不做 所以我只做了一天的班长 所以我感谢神 我这样的背景 神爱我 神给我机会听福音 神改变 给我领受生命 所以我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 我这么热忱 因为我真的经历他改变 我经历他的爱 我经历他的接纳 我是不配的人 所以呢我信主以后呢 我回到家乡 我拿着单张一路上发 我到咖啡室里头 把单张分给每一个人 跟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 全村的人都知道 某某人的孩子信了耶稣 对我爸爸是很不光彩 可是我做 后来我要去念神 所以我爸爸要把我赶出家门 他说我要跟断结父子关系 我的祖母就对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孩子要去念神学 做牧师又不是做坏事 你为什么要反对他 我爸爸是一个孝子 因为我的祖母33岁就熟过 带了六七个孩子 我说六七个因为有其中 有一个是送给人 没有办法养 没钱了 非常辛苦 所以我爸爸非常尊敬我祖母 我祖母说什么 他都静静了 都听了 所以我祖母这样讲他以后 他就没有再骂我 我就跑去念神学 所以因为我祖母 我今天做了牧师 我真的很感恩 这都是我一点点的背景 既然你们问了 我就告诉你们 神的爱是伟大的 神是可以改变的 神是给我们希望 阿们 好吧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分享 神的恩 得起广大 那我们这一题是在问 有信主的朋友 曾经在别的教会 对牧者的品行失望 以至于不愿意再去教他 他有两个小的问题 信主的朋友认为天下乌鸦 一般黑 没有必要再去教会 请问我们该如何回应他呢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 信主的恩的罪 难免在团庆里 因言行举止 无意伤害到肢体 请问信徒 如何让自己不容易被绊倒呢 作为一位牧者 去绊倒新朋友 去绊倒信徒 这是非常不幸 圣经很清楚的说 绊倒人有祸量 宁可用一个大模式 牵在他的景象上 把他丢进大海 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 我觉得作为牧者的人 作为带领教会的领袖 必须要慎重自己的言行 无论是对基督徒 或者非基督徒 都要格外的有爱心 去引导他们 而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或者是信主的朋友 而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没有必要再去教会 是的 你都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也是乌鸦 你也一样黑 所以呢 你 不要把对方当作你信仰的对象 你本身也不是别人 也不是自己信仰的对象 就因为我们都黑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宝血来解禁 所以我们传福音 是叫人信耶稣 可是对一个非信徒来说 他对耶稣看不见 他看见的是你 他要具体的你 所以他不在乎 你讲的耶稣有多好 他在乎你对他有多好 他不在乎你的道德伦理 所讲的有多深 他在乎你的道德伦理 到底活得有多真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 作为教会的带领的人 都应该把耶稣基督的教导 落实在我们生命 我们的生活之中 而对于那一些 看见就跌倒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欠免他们呢 我常用一个例子 如果你看见一个 叔叔一个安哥 是卖水果的 可是他的道德不好 所以你很生气他 因为你生气这个卖水果的安哥 你下定了决心 从今以后不要吃水果 你觉得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吗 这样的做法是智慧的吗 你不能因为有基督徒 糊里糊涂 结果你就不要基督 你不要糊涂可以 但是你不要基督 你也一样糊涂 对吗 所以不要轻易就放弃 你说 人与人之间 难免都会伤害到彼此 可是因为对方跟你没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一受伤 他就离开 因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 我就快快走开 免得再次被你伤害 所以我们在原意上要小心 在行为上不要伴敌人 这是非常重要 你问的最后的问题是 请问我自己 或者信徒 应该如何做 使自己不容易被绊到 你如果看一棵树 大风吹的时候 它没有 被吹倒 为什么 因为它树根深 所以每一次 被打击的时候 它根就深了一寸 大风吹的时候 大雨 袭击的时候 它的根 就越长越深 以后它不容易被吹倒 可是也有大树被吹倒 为什么 因为它太硬了 它不像耶稣 大风吹来 它能够 放下自己的身段 东风吹 它西边 歪一歪 可是它没有倒下来 它只是稍微 委屈了自己 风一过 它又挺直回来 这叫做温柔 温柔不是柔弱 温柔是柔中间不弱 那是叫温柔 温柔的有福量 因为它必承受地统 圣经说 所以一个信徒 它的人格生命 一定要温柔 温柔的人 不容易被伤害 一个人自卑感太重 一个人自傲的心太强 自尊心太强 自我太重 不是以基督的温柔 他容易受伤害 玻璃心 所以伤害了以后 他要逃避 他就远离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温柔的心 还有很好的信仰的根基 他就不容易被绊倒 愿神帮助我们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个问题是说 有信徒参加查经班 以及成人组织学 但他的朋友认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没有必要继续上课 他告诉朋友 若不上课 自己的属灵生命会更糟 请问信徒如何做个听道又行道的人呢 是的 你说你不来礼拜堂 反正礼拜堂很多都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你不来礼拜堂 你就更不好 你说你听道没有多大改变 那你不听道就更大不改变 这其实是真的 然而这不注意安慰自己 我还是要改变 我还是要学习 我要成为一个听道又行道的人 那怎么做呢 从小做起 不要做你不能做你 我做数学题 我是小学生 我做加减乘除 我不能做代数 我不能做几何 我更不可能做微分数 因此 我按部就班 从最小的着手 然后从行道中间去经历神 因为凡遵行主道的人 他的生命将会发忘 他如同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的树 因为他遵守神的话 他不占罪人的道路 他不做罪人的 不行在罪人的事上 这样的人 他慢慢的学习 遵守神的话 他开始经历神 当他越经历神的丰盛 他就越愿意遵守神的话 就是一步一步的成长 所以如果他开始不做 他就越来越不为主 所以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 同样不要因为恶小而行之 而为之 从开始很小的善 我就做 越做越多 以后大善你可以做到 我今天只是给他 一点点的帮助 给他一块钱 我给的很轻松 以后我可以给他五块钱 以后我可以帮助一个人一百块钱 后来真正的某个人真的很需要 他需要一千块钱 我也给得了 一万块十万块 包括有一些商人 你看 一奉献就一百万两百万 而这样的是从小慢慢培训出来 如果没有 即使他的生意是一万的生意 你叫他拿出一千块钱来 他都舍不得 正如现在有一些人 有钱人 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过贫穷生活 已经是他的性格 变成了他的生命 他吝啬 他舍不得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行 去帮助别人 所以从小就要做起 就能够越做越大 善小就为之 以后大善也能为 小恶不行之 以后大恶更会避之 就会逃避他 这是很自然 愿生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谢谢一提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一提示问 有些朋友虽然参加 完了一年的线上信仰班 但因如下原因 而无法转会 第一个是 有些因还在原教会参与服饰 或对于我们的教会 还没有归属感 所以没来转会 请问我们该如何回应他呢 第二 有朋友因配偶从小在母会长大 而不愿意转会 请问他是否为了夫妻的合一 而只上信仰班 而不转会呢 无论是怎么样 这转会不转会 在某个层次来说 并不是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你在一个教会 你能够找到上帝 你在那个教会 能够找到自己 你在那个教会 你能够找到灵色 意思说 你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你能够从听到行道中间 寻找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那间教会就值得你留下来 如果那个教会不能提供 你这三层次的需要 你勉强留下来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勉强转会 也没有这个必要 对吗 所以无论是因着夫妻的关系也好 或者其他 自己的母会的感情关系也好 或者对这里的教会 没有归宿感也好 这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听 你这三点你一定要拥有 拥有以后 你才开始考虑真正的转会 让你能够投入 跟你和好关系的上帝 来服侍他 这个教会让你找到灵色 意思说 你能够建立好的关系 去发展神的圣工 那这样的教会就不会让你浪费在很多无意义的人事的斗争中间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神的和谐 人与自己的和谐 就是我们加入教会 一个很重要的准则 愿神与你同在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个请问 清明节快到了 华人都有祭拜故人的习俗 当我跟家人去祭拜自己已经离世的父母 可以下跪吗 我没有觉得是在拜偶像 那是自己的父母 是孝敬和追思 而不是当偶像跪拜 请问牧师 这样的话可以吗 我明白你的心 你是孝顺父母 可是孝顺父母 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的表达途径 贵并不是唯一的 而贵 在圣经里头 是对耶和华神 是对创造主的 对父母呢 圣经是用孝敬 尊重 对上帝 叫做敬拜 为什么 因为父母亲的养溢之灯 叫我们尊敬他 父母亲 既以我们的爱父 我们应该报答他 可是对于那位创造我的神 是至高的主 我应当辅夫的敬拜他 而人与人之间 最高的顶点 就是尊敬 孝敬 所以不能超越这个 而变成对他敬拜 因为敬拜 就表示 他成了我的神 他成了我的偶像 这是神所不允许 除我之外 你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像 包括任何的人 这是十条诫命里头 的很清楚的吩咐 即便你的心里说 我拜的不是爸爸妈妈 这是孝心 同样 你去拜偶像的时候 你也说 我其实不是拜偶像 我心里是拜上帝的 这只是自我安慰 而并不是 让旁人看着能够明白的事 明明都在拜偶像 明明都在拜父母 他说他不是拜父母 这是一般旁观者来看 所以圣经里头 给我们准则 凡是会绊倒人的 你都不可信 有时候你有信心 你旁边没有信心 你为着他们而不行 而不是为着你自己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你这样就明白了 我们圣经里头的总原则 让我们可以避开这些 不必要的敬拜行为 而产生让别人对你的误解 而你心里也会很难过 也会很难受 所以就用孝敬 孝师尊敬 敬主 而不是用 记住 这样才是智慧 做法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一题是问 朋友在去年不幸一世 但是感恩 朋友在先生离世后 这段最困难的日子 认识了上帝 并决定信主 虽然在当地还未找到团契和教会 朋友非常可恶上帝的话 也在这半年的时间 真实经历到上帝与他同在 习徒信仰带给他生活的改变 但因为国内 传统习俗和生活环境的原因 在先生离世后的第一个亲密节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外界特别是新生的家人朋友 内心想去拒绝传统的祭拜习俗 但又担心破坏因新生离世 遭受这个重创 刚刚重新再建立起来的侵袭关系 请问牧师可以给一些指导吗 谢谢 士气丈夫的痛苦是很真实的 而你就在痛苦中间经历了上帝的爱 给你的生命有了升华 而不至于陷入这种悲痛 而士气自己 这是恩典 而接下来就碰见清明节 要不要去祭拜自己的先生 气室的先生 那你说为着他的家人 你想敬拜 那你一次的委期自己 以后你一生都要委期自己 就在第一个清明节 表达你自己的信仰 你一生就永远清楚 他们跟你之间的关系 你一生都心安理得 不必为着这样的事情再挣扎 因此第一个清明节 就表达你自己的信仰立场 我再说 表达信仰立场 并不是要跟对方脱节 或者造成关系上的紧张 相反的 用非常温柔的态度 可是非常坚定的立场 去表达你的信仰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跟你先生那里的家人说得清楚 我在这段时间认识了基督的信仰 我四季先生非常痛苦 我爱他 所以你用花来献祭表达 你跟他们一起到坟场 你需要哭 你也哭 也没关系 可是你却不烧香 你不跪拜 让他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 表达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 正如你不拦阻他们烧香跪拜 同样的 他们也不能强逼你去烧香跪拜 各个宗教 有自己表达的方式 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 就不会被人尊重 一个人不会自爱的人 就不必期望别人爱他 所以当你有自尊 有自爱 有立场 你就会取得他们对你的尊重 进一步 可能他们会跟你来礼拜堂听一听 认识你信仰 你怎么在士气 丈夫的时候 在悲情中间你能走出来 你的力量来自何方 所以那一些做儿女的 放弃了信仰的立场 他的父母亲就不在乎了 就说所有宗教都是一样 相反的 当你站立立场 他们就会反思 我的孩子什么都听 为什么在信仰的事上 他非常坚持呢 耶稣到底是什么 基督教到底说些什么 我的孩子到今天对我 还是非常孝顺 可是信耶稣这件事情 他从来都没有放松 为什么 有一天 你邀请他来参加圣诞步道会 他很可能会来的 可是当你放下 你的立场 你跟着他们随波驻流 他们认为什么宗教都一样 你邀请他来 他会说都是一样的 你去吧 他不在乎 所以愿神给你这样的智慧 抓紧机会 去表达信仰 阿们 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请问牧师 何为属灵征战 是对着世界 或是对着个人呢 如何察觉和抵挡它呢 在圣经里头 我们看见 确实有属灵的征战 这回事 而属灵征战 在灵恩运动里头 就被他无限的扩大 而由于灵恩运动的扩大 造成传统教会 不谈属灵征战 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而圣经里头 给我们看见 很多的血气的征战的后面 有灵在控制着 有一些人 因作被邪令的控制 而开始抵挡福音 你在使徒行传 你在圣经里头 看见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 因为他被污鬼扶着 因为怎么样 被这些邪恶的灵控制 以至于 他逃避福音 他反对福音 他抵挡福音 他逼迫信福音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做 属灵的征战祷告 让这些血气的人的 背后的灵界的力量 靠着基督的灵 去克服 去打败他 使对方的心 不会受邪灵 无止境的控制 这是属灵的征战 而并不是我用理性 用说服 用道理 我就可以把对方给折服下来 很多人听了是明白 他也知道基督教是很好 可是他不相信 因为背后 有灵界的力量控制他 因此你每一次的祷告 就让灵界的力量被打退 让他的心 的刚硬度就开始松弛 开始柔暖 让上帝的道 就再开始能够成长 发芽 长大 开花 结果 这就是属灵的征战 而并不是灵恩运动所讲的 一个赌博的人 因为有赌博鬼 一个好色的人 因为有好色鬼 一个失眠的人 因为有失眠鬼 一切的责任 都推到鬼的身上去 而人变成没有责任 我们不要把这个 走到极端 就变成没有意义了 可是我们又相信 在属灵界里头 那位掌控 灵界的恶魔 圣经称他为魔鬼 而这魔鬼 会弄下人的心眼 也不所说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让人的心眼被打开 我们要祷告 让被捆绑人 被释放 这就是属灵的征战 记得 圣经里头 记载 但以利 当他祷告的时候 天上 有征战 他祷告到 第二十一天 天使来了 对他说 蒙大恩的 但以利 从你祷告的第一天 上帝已经垂听了 不过天上 却有恶魔在拦住我 直到 加百 加百令 上帝的 天使长 来帮助我 我现在才来到你这里 将上帝的启示 告诉你 换句话说 当我们每一次 祷告的时候 做一次属灵征战的时候 天上的恶魔 跟天使 正在那里征战 上帝的死者 跟恶魔的死者 在那彼此争斗 这是我们眼睛看不到 不过 我们慢慢会体会的 控制人心的 不是单单思想 也是一种的 说不出来的力量 一种很可怕的欲望 使到人心 完全被他操控 这就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今天 基督徒 其实 要过属灵的征战 的生活 而不要松弛 当你松弛的时候 敌军就打进来 因此 我们每一天都要祷告 每一天彼此都要扶持 阿们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问 亲戚朋友会说 所有信仰都是一样 导人向善 是好的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就好了 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他们的这种情况呢 是的 每一个宗教 都是欠人为善 这一句话 是不一定正确的 因为 我们研究宗教的人 很清楚的知道 有一些宗教是 道人行恶的 魔鬼教是道人行恶 许多的异端 是三欺四切 凡是跟邪灵 无关系的宗教 在钱财上 在拟色上 在权力上 都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不是所有宗教 都欠人为善 那我们就说 正统的宗教 是欠人为善 那么正统宗教 欠人为善 你说 所有宗教 都是好的吗 你能不能说 所有的男人 都是好的 你嫁给谁 都是一样 你能不能说 所有女人 都一样的 你起了谁 都是没有分别的 事实上 不是这样 对吗 有一些表象 看起来 很好 结婚了以后 很可恶 所以你的对象 就界定了 你的婚姻 幸福还是不幸 你信仰的对象 才界定了 你信仰真正的价值 在哪里 所以你不能说 信什么都是一样 这样的说法 太肤浅 太表面 所谓 欠人为善 那又怎么样 很多欠都欠不到 做也做不了 只是说说罢了 那也给我们 没有力量 我们需要的 是那加添力量 给我们的 使我们凡事都能行 包括 克服我们自己的恶习 把我们的生命 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这才是好 谢谢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个问题是 清明节快到了 我会献花祭祖 但我的兄弟姐妹 非信主 他们每年都买很多食物 去祭拜 同时也算我一份 祭拜完的食物 也分给我 请问牧师 这些食物 我可以享用 或者带回家吃吗 如果你很有信心 你就带回家 供主的名祷告 接近了就吃吧 因为保罗曾经 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 你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 不要多问 祷告了 接近了就吃吧 为什么 因为当年在哥林多的市场 所贩卖的食物 一大部分都已经祭拜过 那保罗就说 偶像算什么 吃吧 接近了就吃 不要去理他 不要为着你的良心 弄到自己 被这些东西给玷污了你的良心 可是保罗在哥林多书心里头 又告诉人的原则 如果你这样做会绊倒人的话 那你就不要吃 为着不是你的信心 是为着别人的信心 如果你的家人 因着你这样吃 他们被绊倒了 他们怀疑了你的信仰的真实性 那你就不要吃 因为多吃 对你也无益 少吃 那也无法 这就是保罗的原则 所以让神帮助我们 在吃喝的事上 不要太着重 如果他们都觉得拿回去吃也没关系 你自己的信心坚定 那就吃 如果不就跟他们说 谢谢你们 我拿花回去就好了 那么你给的钱就告诉他们 一部分就是拿来买花的 我倒是要献花 那你做着心安理的 他们也觉得你也有心意表达 只是你表达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 以后他们就会尊重你 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而不会给你为难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提是问 请问牧师 基督徒可以叠金银纸 金元宝给过世的亲人 在阴金使用吗 纸是叠 没有去烧 OK 那么你做了一大堆金银纸 叠的这些元宝 或者你甚至可以去捏了电视机给他 或者捏了credit card给他 现金卡给他 你说我没有烧给他 是我家人烧的 做的是你做的 这都是一种 你心里自我安慰的一种 说法 因为你没有正式参与 那么 你不参与又不行 参与也不行 所以你只做一半 所以好事做一半 坏事也做一半 好事做一半 我不是很好的人 坏事做一半 我也不是太坏 那这样的心态 其实就是没有立场 你说对了 那你就 态度温和的跟他们说 你说 哎呀 贴金银纸给他们 我不是弃销你们了 真的吗 他有收到吗 如果收我们应该给真的吗 那你用这样的东西 你烧电视又没有烧歌星 谁唱歌 即使烧歌星又没有烧电台 他哪里怎么收电视的节目呢 如果开玩笑 而不要太认真的 讲一讲大家笑一笑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是性格严肃 就不要讲这些话 你都伤到别人 而你也知道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那你就不要做吧 就很客气的告诉他们说 不啦 你们 你们 你们要做 你们做吧 我在旁边 跟 招待一些亲友来探伤的人 那就好 好不好 那做你该做的 不需要做的 你就不要做嘛 但是 但以理 和三个朋友 被服务到巴比伦 是吧 连吃那些食物 他们都不吃 那跟管食物的善长说 你们试试我吧 试试我 一段时间以后 看看我身体越来越不好 那我就吃吧 就听你们 如果我身体好 那就不吃吧 那结果 那 那管善食的就准了他 那结果 他们 不吃呢 就越来越尊美 上帝保守 所以上帝总是在期间的 对吗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 不是靠你自己 靠自己最后总是妥协 总是要去讨好人 到最后呢 就没有自己 天天为别人活的人 最后活得很苦的 你说对啊 谢谢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一题是请问牧师 有朋友 有信徒朋友 在参加佛教徒的上礼师 很纠结自己给予的白金 是否间接的付费 给了和尚 来主持佛教仪式呢 请问我们该如何回应他 那主要你必须要了解 白金的用处到底是什么 当年在农村的社会 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倾庭的 家里有商事 临时要筹出一笔钱 去买棺木 去进行葬礼 那些花费 他们是承受不来 因此才有白金的这个习俗来开始 今天我家有人弃势了 你们来帮我 明天他家有人弃势了 我们一起去帮他 这种富足的农村的文化 是非常优美的 而来到了今天 确实还是有人经济上有困难 我们愿意给他 如果经济上没有什么困难 我们只是很轻微的表达关怀 那也是可以的 那么关怀的中间 我给了他50块钱 然后我就交代他说 你不可以拿我的钱去请塞工 去请道士 你不可以拿我的钱去买金银子 那对方就说 那你就不要给钱了 对吗 没有人给钱有条件的嘛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如果愿意给对方 这是一个表示关怀 至于他拿你的钱要做什么 这是他的权利 你不要去担心 你不要去过问 这是没有必要的 好不好 这些东西 我很清楚是表示关心 至于他怎么做 这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有时候如果是自己的家人的话 那就还比较容易处理 你可以说 大家出一笔钱 去处理商事 那这笔钱我就 我也出 不过呢 我出的 我主要是这样 那么商礼完了 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我的钱是哪里请大家吃饭 所以你可以跟家人说 你们处理 妈妈去世的请塞工这些 你们负责 那么最后吃饭 由我来负责 你就清楚划分 那给你良心 而弟兄姐妹又觉得你负责任 你不要什么都不参与 只会一张嘴巴 钱又不拿出来 是吗 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那这是非常智慧的做法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的教导 这一提示问 在我还没有信主前 爸爸就去世了 所以每逢清明节 都是哥哥我和我先生 回去帮妈妈一起扫墓 后来我和先生信主了 我们还是一样会回去帮忙 可是我们没有拿 相拜拜和吃拜祭过的食物 其余的有如准备祭拜的食物 祭物都是我继续帮妈妈买的 可是有一个亲友对我说 人家其他基督徒 什么都可以做的 你却什么都不能做 等等这样的攻击话 请问牧师在遇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回应呢 安静吧 不明白的人 有时候你解释他还是不明白 有意攻击你的人 即使你解释清楚了 他还是攻击你 能够体谅你的人 即便你没有太多解释 也能体谅你 能够接受你的人 不需要说得太清楚 他也接受你 这就是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慢慢你生命长大了 你会经验这些事情 愿神帮助我们 该做的立场 我们做吧 态度温和 立场坚定 不喜欢的人 就让他不喜欢 喜欢的人 他会受感动 他也会改变 因为他知道 你是真心关心家人 真的东西不怕火 真心不怕火 不怕假 愿神与你同在 下一题 这一题是问 信主前 我每年都和家人 一起去清明节祭祖 信主后我还是会去 只是不参加烧香和明旨 请问这样做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你不要觉得自己有问题 没问题 因为你很清晰 你不需要去做这些 跟迷信有关系 的行为 这是你的智慧 这是你的立场 因为你的智慧和立场 会影响你的家人 让他们能够认识信仰 坚持到底 总是会改变 我记得我以前的传道人 我信耶稣了 我进入那个教会 我的传道人叫做 曾经师牧师 他有一次做一个见证 提到他的爸爸妈妈信主的原因 他是第一个信主的 后来带领其他的弟妹们信主 信主之后 他们都不吃祭物 祭拜过的食物 而爸爸妈妈 过年过节 总是到庙堂里头去拜 拜了把食物拿回家 拿回家以后孩子都不吃 有一天 爸爸就跟妈妈说 孩子都不吃 去拜干什么 我们去礼拜堂 结果 爸爸妈妈就因为食物的关系 就去了礼拜堂 后来就信主 所以这个见证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 很容易妥协 很快的 别人就会因作我的妥协 而不认识基督信仰 而绊倒了他 这是非常可惜 愿神给我们智慧和立场 好 我们今天 问题解答就到这里